人力资源部部长西华古马表示 少于5名员工的小企业 展延到明年7月1号才推行1500令吉的最低薪金制 这项最低薪金制原定明年1月1号起落实 但政府考虑到小企业明年将面临各种经济和财务挑战 因此决定展延到明年7月才推行 西华古马表示 我希望再度展年6个月 能够为少于5名雇员的企业提供平衡财务的机会 以及多少协助他们恢复经济 不过他表示 多于5名雇员的企业 以及涉及专业领域的雇主 明年依然必须遵循 已然生效的1500令吉最低薪金制 下葱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